謝謝主席啊 來我們是不是請那個 薛部長 薛部長 衛務部薛部長還有 這個 我們 這個陳審記長 陳審記長 委員好 部長你好 部長 我請教 因為10月27號晚上 你啊 還有那個王必勝指揮官 以及莊仁祥啊 這個被爆料說前往陳時中進選總部 那當然也遭外界質疑啊 行政不公 隨即 這個 高端公司啊 就公佈他的售價 那其實外界質疑 是否業會啊 在做這個沙盤的 這個推演 套招啊 然後沙盤推演 來拯救陳時中的選情 那 當然行政官員 下班以後有自己的生活 這是天經地義 但是啊 防疫相關重要的官員 下班時間 而且是一同前往 市長候選人競選總部敘舊啊 是我談及公務機敏的事宜 事先 透露重要的訊息 以令 候選人啊 提前準備 形成某種程度上的 這個行政部中立 那個 部長你有什麼看法 然後 這個 這是當你們的推托支持啦 因為我們都知道 這個禮拜六 就是五號 這個他們要舉行這個辯論會 那當然這個裡面 可能你們有一些訊息需要 可能當面面對面溝通 串在一起 那這個我想大家都心知肚明 那其實民眾擔心的就是 畢竟你們是瓜田裡下 關係門來誰也看不到 誰也聽不到 然後你們就說我們是敘舊 因為在最敏感的時期 最敏感的時刻 你們敘舊人家會相信嗎 而且是大家 你們幾位主要的 你包括指揮官包括你 包括莊人強就串在一起 這個部分的話事實上 剛剛委員有提到說 在準備什麼他的辯論等等這一些 那事實上 那陳前部長 他對於這一個整個 過去疫情的這一些的掌握 是比我們更為清楚 所以說你們根本就 不必跟他套招 是不是 你說外界會相信嗎 那為什麼在這麼敏感的時期 這個高端公司他就自行公佈他的售價 為什麼呢 這個高端公司 不是要保密30年嗎 對不對 這個不是自掌嘴巴嗎 委員又講錯了 那個文件保存30名 保密是5 但是你們一開始 對外就是這樣講 他們自己願意公開的 那我們沒有說能夠去拘束他 那高端是一個獨立經營的公司 他也不需要說我們怎麼同意怎麼樣 其實部長 大家清清楚楚 高端裡面整個操作的過程 那個高端新冠疫苗 從採購價格 疫苗效率 股價異常的漲跌 高報費喔 報費的數量很多啊 引起許多民眾的質疑啊 對不對 那衛福部你們的護航 這個頭到尾護航高端 其實齁 那個部長 本席在上個月也問過 薛部長 高端疫苗價格 平均是不是832 薛部長說不能公布 你說不能公布 結果高端 兩天前自己公布疫苗的價格 平均是840元 那衛福部上個月表示 這個高端新冠疫苗可能會報費啊 170萬劑 170萬劑是不是 大約 如果總共屆期還沒有打完的可能會有 會有齁 按照平均價格推估 報費的金額高達14億元 那個部長 這個在採購的時候其實是沒有辦法預測的 沒有辦法預測 那我們都要準備 讓國民大家可以 那我請問你 其他外面這些進來的疫苗 因為人家已經做過三級測試的 他報費的數量有沒有這麼多 有沒有 跟委員報告 這還沒有打完 還沒有打完 還沒有打完 其實齁 因為齁高端已經過期了 所以說不能再打 他就有14億 既然高端自己公佈價格 本席認為 合約保密 應不再適用了啦 你認為呢 他自己公佈價格 就那個部分的話是不再適用 那其他還適用 但是其他他沒有公佈 因為你整個採購合約裡面 其實最重要 當然就是他的價格嘛 那我認為說 既然他自己都願意公佈價格 你們還幫他保密 應該這個要讓全民啊 公開來審視 你的看法咧 沒有這個價格的部分 因為他自己公開 那對於他所公開的 那我們就沒有保密的義務 但是他沒有公開的部分 比方說他的製程 我能夠去公開他嗎 還是不可以 部長 因為齁 回顧新冠疫情 從股市公開資料來看 高端大股東齁 他的董堅是持股 從2019年12月 疫情還沒有爆發以前 持股比例 他們差不多占35%左右 月平均股價只有28塊 那時候只有28塊 高端取得疫苗開發技術 衛福部宣布 要採購國產疫苗後 股價一路飆漲 2021年5月啊 董堅持股比例 降到剩24% 原來原來有35% 降到24%左右 那此時的平均股價多少 高達344塊 那2022年9月 董堅持股比例 持續一直下降 降到23% 其實高端大股東是靠政府採購 新冠疫苗賺錢的嗎 是不是 剛委員報告 我們在處理這些高端的EUA等等 就是根據法律 還有這個科學的證明 那為什麼根據法律 那那個股價的部分不是 衛福部要去干 我了解 但問題齁 他的股價 整個齁 頭尾啊 就是有發布九次的重訓 這重訓裡面的落差很大 外界都在質疑 而且送檢調 到現在為止都沒有查 審計部 審計長 你認為這個有沒有問題啊 這個因為 檢調這個部分啊 因為超出我損計範圍 不錯損計範圍 那問題是監察委員不必查嗎 那是監察委員的主責 那是 我認為喔 問題很多啦 那 其實齁 外界質疑就是說 你們衛福部 尤其是 包括食藥署等等 陳時中與將 在整個過程裡面啊 他們就是配合 發布重訓啊 這個等等齁 然後炒作股價 結果你看到最後 現在 大家都不敢打 對不對 才有170萬劑啊 要報費 對不對 今天要是說 他真的 效用那麼好 為什麼大家不敢打 對不對 而且齁 蔡英文啊 蔡總統 還自己用手臂去 我昨天還看了一則 一個客運公司 他一個司機 42歲而已 他全家都是老實人 他就 因為看到蔡英文打 他自己去打 結果打了以後 一個禮拜以後 他掛掉了 到現在為止 他還是 在申訴啦 對不對 部長 這個疫苗如果是 在接種之後 有不限事故 他就打高端啊 那就是要進入 這個救濟的審議 那每一種疫苗 都有這種事情發生 也不限於高端 因為齁 部長 就是民進黨政府跟衛福部就是 拉抬高端股價的幫兇 而且是坑殺散戶 這個跟拉抬股價 高端願意出 高端願意出PCR 就是投桃 這個投桃報李 減輕全衛福部 陳時中 他的選舉壓力 不然的話 因為 他提供PCR 你也要我們念 他不提供你要念 那到底要怎麼樣才對 這個就是齁有連帶關係啦 我們都清清楚楚的啦 那個部長 因為齁 4.6萬名 4萬6千人的高端小股東 最擔心的是就是 高端疫苗的保護力報告 審查沒有過 高端EUA被撤銷 齁 那高端股票會不會變成幣子 只要 EUA沒有過被撤銷 我相信那些都變成幣子了啦 這部分的話齁 因為高端的這個保護效率報告已經來了 到現在沒有出來啊 還要審查 當然要經過審查 那個高端疫苗我問你 那你這個 這些保護 這個保護效率的報告審查 衛福部 你們要給高端幾次補 補件的機會 那個部長你告訴我 沒有再補件了 沒有再補件齁 那會不會透過九合一選舉 會不會透過這一次11月26號 會不會透過 我們就是按照齁 這一些資料的多寡 那會去審視之後的話 訂定開會的時間 好 那是不是會超過 這目前還沒有 還沒有 那兩個禮拜給你 你要是11月18號以前 星期五下班以前 完成高端保護力效率報告的審查 向全民公布有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 你沒有辦法 因為齁 今天只有11月2號 11月2號你要是說 在16天 你要讓全民啊 對不對 讓大家檢視嘛 到底 你高端疫苗有沒有效果 因為你沒有效果 而且你要他一直補件 補件沒有效果 你說老百姓怎麼看政府 因為當初你們一直在推銷 就是國產疫苗 大家信任 包括 這個總統乙將 大家這裡 這個行政院也去打 部長也去打 很多人民就相信 一相信結果你看 報匯170萬劑啦 對不對 你說老百姓 怎麼看 報匯 好 這都是人民的血汗錢 一分一毫一離啊 欸 繳得碎金耶 所以說我認為齁 部長 沈記長 你們真的要好好的 看把這個事情做好 不要讓齁全民啊 因為現在也適逢選舉啦 齁 你要是沒有對全民公務 大家給你打個大問號 你們根本就是在護航嘛 操作選票嘛 從上到下嘛 我們疫苗的採購寧願多出來 不能讓我們的民眾 沒有疫苗可以打 好啦 我相信你們要好好的處理 謝謝齁 謝謝 謝謝林委員 各位請回